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小朋友,欢迎来到每若学一次时间 今天我们会学个头字 在之前每若学一节系列里面 我们学过很多身体不同部分的字 你还记不记得? 第一个字 手 我们还学了 耳 耳 还有我们学了口字 口 也学了牙字 牙 也学了鼻字 鼻 鼻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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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结构和不准 投资总共有16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了各位小朋友 现在就当我们一起玩一个沉滞游戏 在这个公园里面 收藏了八只蛋 蛋上面写出我之前学的字 包括手 耳 口 牙 鼻 脚 眼 以及今天学的头字 你可以找到它们出来吗 首先我们找一下写着手字的蛋 你找到它出来吗 原来它在天空上面 你见不见到吗 接着下来我们找写着耳字的蛋 原来它在鲜秋上面 你见不见到呢 接着我们找写着牙字的蛋 原来它在篮杆上面 你见不见到呢 接着下来我们找写着耳字的蛋 接着下来我们找写着口字的蛋 原来它在屋顶上的蛋 原来它在屋顶上面 原来它在屋顶上面 你见不见到呢 接着下来我们找写着脚字的蛋 原来它在屋顶上的蛋 原来它掛在树枝上面 你见不见到呢 最后一只蛋 最后一只蛋 它写着我们今天学的头字 头字的配词 你可否找写着牙字 你可不可以找写着牙字 原来它放在草地上面 你见不见到呢 玩完沉折游戏之后 我们现在一起学一下头的配词 第一个配词 头发 头发 大家跟我一起读一次 头发 头发是指生在人类头部的毛发 头发的颜色和特征 都是根据你的基因而定的 有些人的头发会是黑色 金黄色 或者啡色 硬度和弯度都会不一样 当我们逐渐老的时候 头发就会变成白色 其实头发除了会影响我们的移用之外 都会有保护我们头部和大脑的作用 夏天可以防晒 帮助我们头部汗液的蒸发 冬天又可以预寒 而人类的头发是会不断长长的 这东西在动物界里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定期剪头发 第二个配词 头顶 头顶 头顶是指我们头的顶部 第三个配词 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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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头是先我们摇高头 抬头 抬头是先我们摇高头 第四个配词 点头 点头 通常我们会点头来表现我们明白或者同意 第五个配词 第五个配词 头痛 头痛 头痛是指我们头部有痛楚 通常我们玩得感冒的时候都会觉得头痛 另一个配词 另一个配词 拳头 拳头 拳头是指我们把手指屈曲 紧握视的状态 另一个配词 枕头 枕头 枕头是我们分家时用来摘住头部的 另一个配词 砖头 砖头 砖头是用泥土消制的长方体 通常是用来建屋的 另一个配词 另一个配词 斧头 斧头 斧头是有一根木棍的把手 接着一个梯形的刀片所构成 在很久之前石器时代的时候已经有斧头 在以前人类打仗的时候都会用到 斧头通常用来做罚目的工具 砍伐一些粗大的部件 另一个配词 罐头 罐头 罐头是包装物品的容器 是用薄金属片造成的 罐头可以存放食品或者饮料 也可以储存机油或者下油这些物化学品 如果我们需要开罐头时候 就要用到罐头都了 最后一个我们要学个配词 码头 码头 码头是被轮船拍岸的地方 可以被乘客上落或者上落货物之用 学完头的配词 现在我们就用头字来做句子 第一句 他有长长的头发 他有长长的头发 他带上拇指 吸头部保暖 他带上拇指 吸头部保暖 他点点头 表示同意 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粉鲁德律师用拳头猛击卓子 他到超级市场买一盒罐头 他到超级市场买一盒罐头 他把头枕在枕头想休息 他把头枕在枕头想休息 盖者所防止需要大量砖头 盖者所防止需要大量砖头 最后一句 船洗入他所隶属的码头 船洗入他所隶属的码头 现在就等我们一起来玩一个小游戏 在蜗牛的身上写着一个字 你可不可以配对他正确的图画? 正确是个头字 头 第二条 是蜗牛身上的字 是关于什么呢? 请你选出正确的图画 最后一个游戏 你又知道 汪牛身上的字 是关于什么呢? 正确 正确是罐头 罐头 学完自己的字形 配词 和句子之后 我们可以做练习来巩固记忆 在以下这个网址 可以下载认字卡和工作纸 记住和妈妈一起下载做练习 好 各位视频友 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欢迎留言 like 和share我们的短片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